这是今年的悬疑黑马 虽然冷门,但确实精彩 凶手拥有足够的想象力和艺术天分 与神探斗智斗勇,全程高能 紧张到不敢呼吸 埃里克斯在警队有神探之称 他拥有犯罪心理博士学位 可以深度剖析罪犯的内心 找到最薄弱的环节,进行精准打击 比如这起沙奇案 凶手已经落网,却迟迟不肯认罪 还用肤色来攻击警员 说什么白天生就比黑聪明 这是遗传,搞得警员当上破坊 让审讯很难推进下去 而神探只用一招就让他破坊 既然说到遗传,那你给解释解释 为什么我的比你的大 别看神探现在消息息的 其实内心也有过不去的坎 大概一年前,神探和妻子当众秀恩爱 结果下一秒 妻子死在了上厕所的路上 案子直到现在都没破 不久后,警方遇到大麻烦 方派头目死在自己车上 地板上有注射器 背架上有冰毒 车上没有其他人的指纹 也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 衣服口袋外翻 钱包和手机丢失 怀疑是流浪汉在其死后出现 拿走了身上的东西 检测结果显示 区域内的冰毒含量极高 原本打算以吸毒过量解案 结果家属带头抗议 怀疑警方想掩盖真相 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肤色 二是头目的另一个身份 减少给警方拨款活动的领导者 事情闹得很大 都上了报纸 局长打算让神探接受 顺便利用他的形象安抚群众 但他有自己的原则 查案可以 公关不行 除非他搞清楚案件真相 否则不会轻易站队 神探去找家属 发现案子果然不简单 头目原本留着脏便 被发现时却被剃了 虽然有吸毒时 但只会偶尔碰一下大麻 从来不碰冰毒 这点头目的好兄弟也能证明 谁敢把那种东西给头目 必须得给他一个交代 最重要的是头目患有糖尿病 冰毒和服用的药物不兼容 就算真的想不开 也会选择其他品类 而不是会让自己陷入昏迷的冰毒 如果不是自主行为的话 那就是谋杀了 可头目现在是受人尊敬的社区英雄 没什么仇家 唯一得罪的人就是警方 实检结果显示 最后一顿饭吃的是土豆泥 猪排 芦笋 巧克力 纸杯蛋糕 还额外加了点糖 这些东西都还没怎么消化 试问一个想不开的人 会在临死前吃这么多东西吗 而且还有个重点 头目信仰伊斯兰教 不吃猪肉 神探基本确定是谋杀 但有两点想不通 一 为什么要把头目的脏便提掉 二 为什么要逼头目吃猪肉 凶手似乎不是为了杀而杀 而是有一套特定的杀人手法 将受害者改头换面 再夺取性命 没等他想出个一二三来 学校那边就打来电话 他儿子带着轰人队的围巾 这在政策上是不允许的 看清围巾的样式后 他整个人都愣了 赶忙询问相关细节 儿子说是在家里找到的 挂在妈妈的衣柜里 可他记得很清楚 妻子当年去上厕所时 脖子上挂着这条围巾 但遇害的时候却没了 围巾突然出现在家里 说明杀害妻子的凶手进去过 他赶忙把围巾打包装好 托搭档拿去检测 然后在家门口装上牵控 防止凶手再次出现 等待结果期间 他去找联邦调查局的老友帮忙 图目生前打的最后一通电话 是个一次性手机 他需要知道手机的主人是谁 警队这边查起来太慢 得两周起步 老友非常给力 第二天就有了结果 是图目的好兄弟 在家洗车店购买的 神探立刻带着搭档去抓人 好兄弟一看来者不善 拔腿就跑 顺便抓了个人质 神探不断安抚他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咨询一下图目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他不是也想替图目伸张正义吗 在神探的劝说下 他选择妥协 两人压着他穿过人群 结果还没上车 就被一枪抱头 显然有人不想让他开口 好不容易查到的线索就这样中断 神探在家陪孩子的时候 搭档带来一个消息 围巾上检测出一些毛发 大部分是他妻子和儿子的 只有一根不同 来自白人的长发 而且不是自然脱落 是被故意绑在线头上 DNA鉴定结果得两周后才能出来 这时门铃响起 神探出来一看 陌生的背影逐渐远去 地上放着一束花 他赶忙追上去 问送花人是谁 可对方只负责配送 不清楚客户的身份 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说的话 几乎每周都有人送花给他 但从不透露身份 不过这次却有点不一样 随花而来的 还有妻子和儿女的合照 妻子的脸被人挂花 没等他搞明白怎么回事 电话又响了起来 对方只奔主题 想知道你妻子的临终遗言吗 呵呵 就不告诉你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他紧张地看向窗外 但并没有发现可疑的身影 这件事被暂时搁置 他把重心放在头目的案子上 有证据显示 好兄弟的手机 被一个胖胖的女人拿走 上面肯定有重要线索 必须把胖胖找出来 其实胖胖没有恶意 只是不信任警察 怕真相被掩盖 想把手机交给能信得过的人 但他不知道这个举动有多么危险 好兄弟为什么会死 因为手机里有监视凶手的关键线索 而且警队里有内鬼 凶手已经知道手机在胖胖手上 让一个叫包庇的人去处理 这种闲杂人等 还不至于让凶手亲子出马 他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人 只是有一点心理变态 手上有一本小册子 记录着犯下的每一起案子 头目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他已经选好下一个目标 莎莎 并通过交友软件与对方相识 其实神探也见过他 神探新交的女友 从事的是慈善行业 神探陪他参加宴会时 结识了人面树心的拉姆琪 与此同时 神探的女儿在家门口玩耍 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说是在后门等他 他旋转声音而去 奶奶就站在不远处 等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消失不见 万幸的是没被掳走 只是站在后门看着摄像头 从里面有人跟他对话 神探收到消息 第一时间赶回家 看着地上的数字 意识到是杀害妻子的凶手来过 115 147 对应的是妻子遇害的日期和时间 1月15日 下午1点47分 黑摄像头这种事 不需要太高的技术 可以在隔壁 也可以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或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 能联网的地方 所以无从查起 只能自己多加防范 警队那边刚好查到胖胖的地址 神探立刻赶过去 可惜人不在 胖胖的姐姐对警方敌意很大 什么都不肯透露 儿子倒是好一些 但只知道胖胖回来会带他骑白马 其他的一概不知 神探无功而返 回去陪伴家人 天才音乐学院的老师恰好过来 原来儿子有钢琴方面的天赋 已经被学院录去 却怎么都不肯去 奶奶也不知道该怎么劝 只能偷偷联系学院 学院正在派了个老师过来 老师年纪与奶奶相仿 看上去就有教学经验 果不其然 一套激将法直接将儿子拿下 另一边 拉姆齐加快节奏 仗着自己的人际关系 帮莎莎找了一份新的工作 还邀请她明早来家里见面 给她一点面试的建议 她说不出拒绝的话 毕竟相处过程中 拉姆齐一直保持应用的分寸 给她的印象非常好 与此同时 胖胖联系记者 准备把手机交给对方 结果出去买了点东西 回来是Bobby在房间里 好在她之前联系过记者 开机的时候被老友锁定位置 不过只有个大概范围 神探开始剖析她的心理 拿走手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应该会躲在熟悉的地方 这样才能有安全感 范围内包含她工作的地方 儿子上学的地方 以及一个旅馆 儿子说她回来就能骑白马 而旅馆门口正好有这么个东西 神探和搭档立刻出发 经旅馆老板确认 胖胖就在222房间 两人立刻出发 并呼叫支援 胖胖在Bobby的威胁下 已经打开手机 外面的骚动 转移了Bobby的注意力 胖胖趁机把录音文件发给自己 Bobby直接将两部手机带走 一刀抹了胖胖的脖子 等神探和搭档赶到时 人已经没救了 好在胖胖有转发文件的行为 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录音 图目在打开好兄弟的电话里 提到自己去了某人的家 但有点奇怪 自己什么都没碰 却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地址是普莱斯街41号 而此时的莎莎就在门口 好在莎莎不傻 进门前给母亲留言 如果一小时内没收到消息 立刻报警 拉姆齐开门迎接 他进门的第一件事是几点洗手液 拉姆齐倒了两杯酒 他很明确地拒绝 表示自己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不能给坏人可乘之急 拉姆齐尴尬一笑 提高警惕性是件好事 但应该担心的不是酒 据拉姆齐了解 他有洁癖 包里随时装着一瓶洗手液 办公桌上也放着一瓶 所住的公寓更是到处都有 一旦有了这种习惯 看到洗手液的时候 就会不由自主地使用 所以拉姆齐才会在门口放上一瓶 里面掺杂着芬太尼 可以透过皮肤洗手 花音刚落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 赶忙拿出手机给母亲打电话 结果铃声从拉姆齐的口袋传来 还没来得及绝望 他便两眼一黑倒在地上 想来时被五花大绑 脸上却贴着面膜 这让他搞不懂拉姆齐的目的 更诡异的是 还把他的头发染成金色 另一边 神探查到那地方最早是一家妓院 后来成为银行 再后来又成为埃及大使馆 现在所有权属于一家公司 正在挂别出租 其实不管是什么情况 去一趟就知道了 可申请搜查令的时候却不肯批 理由是证据不足 仅凭一通电话录音 无法确定房子内存在犯罪行为 好在并不是所有事都不顺利 维京的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那根长发来自神探以前的女同事 女同事立刻联想到自家狗不久前离奇死亡 想必是威胁神探的人干的 狗叫的声音很大 整个街区都能听到 想拿到他的头发 必须先搞定狗 既然把他也牵扯进来 那肯定跟两人一起参与的案子有关 他很快就想到一个人 有个叫小杰的家伙 原本会以流氓行径轻判 结果在神探的名作下 罪名上升了一个台阶 最终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终生都在行罪犯名单上 小杰曾公开表示要报复神探 与此同时 局长为了不让事件继续升级 把头目的死定性为吸毒过量 毒品由好兄弟提供 头目的同伙进行打击报复 杀害好兄弟及其女友胖胖 神探得知这个情况 认为是个好机会 凶杀案不批搜查令 那换成毒品案呢 他以搜查毒品为由在此申请 终于拿到了搜查令 另一边 那么即将杀杀改到换面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发现杀杀有皮肤病 好心情顿时全部没了 波比恰好打来电话 通知他搜查令批了下来 让他赶紧撤退 但他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 不就是搜查吗 有什么好怕的 审探带人进入现场 他通过监控摸摸观察 一旁的杀杀看到希望 立刻大声呼救 结果他的声音比杀杀还大 想叫就尽情地叫吧 他喜欢这栋房子 就是因为过节日地下室用了三层共性转 他又加了混凝土 让墙面厚度来到了46厘米 神探在上面一无所获 只能兴兴离去 好在有了小杰的消息 在一个毒贩聚集区 他带着搭档出发 由于范围很大 两人分头寻找 他碰到一位女生 自称看到过小杰 给他指了一条路 结果偷偷拿了把枪 趁他不备准备突袭 枪声吸引搭档的注意 等搭档过来时 女生中枪身亡 神探安然无恙 他自称是一场事故 是对方线开的枪 搭档虽然相信他 但当时不在现场 无法为他作证 好在事情没往最坏的方向发展 经调查 女生的住所里有一张纸条 有人指使女生杀掉神探 枪也检查过了 子弹被动过手脚 扣下板击的那一刻 必死无疑 换言之 有人试据陷害他 女生的车也已经找到 上面没什么线索 只有一张公目地图 他妻子埋在那里 过去一看 目前的树上挂着一条裙子 搭档昨天来的时候还没有 他能肯定不是妻子的 但印象里见过这条裙子 只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他收起心思 专心研究当前的案子 从头目的电话录音来看 房子肯定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搜查的时候 什么也没发现呢 他仔细回想这每条线索 房子的前身让他有了灵感 最早是一家妓院 面对隔三差五的嗓谎 妓院肯定会准备秘密通道 方便安全撤退 不然留不住客人 他带着搭档二股茅庐 波比发现情况不对 立马通知拉姆齐 可拉姆齐正在跟高官谈判 没工夫接电话 高官本想跟他断绝来往 可他手上有高官的把柄 高官只能乖乖听话 尽快推进他的黄石项目 波比看他不接电话 直接闯进地下室 得知神探杀了个回马枪 他让波比把人和侧子带走 波比开出220万的价格 一周内到账 他除了答应没别的选择 与此同时 神探找到地下室 波比已经从另一个出入口离开 莎莎知道这是逃生的好机会 心论命的喊救命 波比威胁他 再交一生就死 他这才鬼鬼闭嘴 波比赶忙扛着他逃跑 结果走得太急 望拿侧子 神探和搭档虽然没追到 但侧子也算是不小的收获 每翻开一页 心就会颤抖一下 上面全是出名招猪的莲花杀手 与之对应的是外貌相似的受害者 头目是第11个 对应的是杀害14名少女的睡魔 睡魔最终被执行出射死刑 头目也是因为出射死的 睡魔的最后一餐是猪排 土豆泥 卤笋 巧克力 蛋糕 头目也吃了同样的东西 可见凶手追求的不仅是外貌相同 而是完完全全的复刻 可谓是狂热粉丝 莲花杀手一共有12个 现在还差最后一个爱琳 可以确定凶手已经找到目标 但没在册子上贴照片 说明人还活着 从外貌枯色爱琳的失踪者入手 莎莎很快就进入神探的视线 父母提供了一条线索 莎莎失踪前用过交友软件 匹配到了心意的对象 已经发展到线下见面的阶段 而头目也是如此 别问拉姆齐怎么男扮女装 问就是不用 头目是同 把两人在软件上匹配过的人交叉对比 结果没有发现相同的账号 但神探还是看出了破绽 在数百个账号中 有两个比较特殊 用的都是知名连环杀手的真名 个人简介也与杀手的性格匹配 在查这两个账号的同时 神探把莎莎的照片交给记者 想借助舆论的力量寻找线索 结果这一举动 遭到头目家属的强烈抵制 头目死了那么久 警方不出来表个态 现在白人女孩才失踪几天 直接上头板头条 神探没工夫解释 抓紧时间对凶手进行策写 把自己当作艺术家 想留下一件矿石之作 渴望被人崇拜 有着十足的耐心 多年来一直在为终极目标奋斗 不是那种对杀戮上瘾的人 而是个完美主义者 有着非常强的自制力 杀完第十二个 相当于功德圆满 脱胎换骨 不会再继续杀下去 那本策子是关键点 对凶手来说像是圣经一般的存在 没有策子 就算杀了杀杀也没用 终极目标还是没办法完成 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点 不久后有新的线索出现 莎莎有皮肤病 需要一种特殊的处方药 目前仅三家药店有售 有顾客两天前在其中一家拿过药 虽然用的是假身份 但与交友网站不同 既然能拿来买药 那肯定还帮定了其他东西 只要查下去肯定会有收获 晚上 神探家里组织了一场KK聚会 前面都很开心 到了最终的合唱环节 原本要放的歌没有出现 反而出现了神探妻子死亡 当天的暴警路径 跟上次的摄像图一样 又被人黑了 而且无从查起 神探还没来得及悲伤 搭档便提醒他 鱼上勾了 有叛徒将侧子带出警局 交到包比手上 神探和搭档赶到现场 包比一枪打在叛徒身上 拿起侧子就跑 搭档留下来照顾伤员 神探负责追击 好不容易在桥上追到 结果包比不投降 硬扛一枪掉进河里 从神探手中逃脱 拉姆齐要的东西终于齐了 他胆子很大 直接把莎莎转移到自家酒窖 找人重新改装一番 准备在这里完成大夜 莎莎抓住机会 吸引施工人员的注意 施工人员发现了他 不出意外被拉姆齐搞死 他没有心灰意冷 继续寻找逃生的方法 美人计是他唯一的希望 他尽量装作很懂拉姆齐 还一起讨论挂在墙上的摄影作品 那都是出自维吉之手 将镜物与死亡完美结合 结果拉姆齐不吃这套 可以陪他玩过家家 但正是不能耽误 他的外形已经跟艾林相差无几 只有笑容还不够完美 需要对牙齿进行调整 与此同时 拉姆齐的身份暴露 药店的假面有了新的进展 曾在拍面会上出现过 买下了一幅维吉的摄影作品 监控拍到了拉姆齐的身影 拉姆齐的性格 也与神探的侧血相符 神探没有打扫精神 除了搭档之外 没告诉任何人 在没有绝对的胜算下 不适合跟拉姆齐正面开战 偷偷查了一下 拉姆齐没有家属 父母和姐姐已经去世 有个印第安州老乡 说是能提供线索 但只接受面对面交流 不在电话里说 他要去参加拉姆齐的生日派对 趁着拉姆齐没有防备 多套取一点有用的信息 只能劳烦搭档跑一趟 搭档只能说 这个安排好 你去派对上吃香喝辣 让我跑长途和西北风 真是不把兄弟当外人 话是这么说 但为了查案 这个苦搭档必须得吃 沈泰好好打扮了一番 跟着女友去参加派对 来的都是些打官显贵 夜见能人 局长也在其中 没等他想好怎么套话 群众就开始八卦 询问两位警局内部的人 凶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听说只对外貌与连环杀手 相似的人下手 拉姆齐也在旁边请哄 想看看警方都查到了什么 沈泰直接给出侧鞋 白人男性四十来岁 优雅且自信 比起杀人狂 更像是艺术家 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外表和魅力 难允通吃 有钱 有人卖 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 现在的奢华生活 跟小时候的贫寒有着天壤之别 出生地或许在南方 或者中西部地区 拉姆齐脸色难看 沈泰这是字字不提他 字字都在说他 与此同时 搭档见到老乡 得知拉姆齐小时候就不正常 喜欢到处拍照 还屠杀镇上的小鸟 并砍断脚 自从离开小镇后就再没回来 把老母亲一个人留在家 搭档把情况告诉神探 神探也很意外 母亲明明健在 为什么对外宣称死了 这或许是个突破口 趁着其他人聚在大厅 神探溜进拉姆齐的书房 在上所的抽屉里找到一些书信 拉姆齐警惕性很高 发现他不在现场 立刻找到书房 他自称上厕所迷路 拉姆齐能信他才怪 但事情还没挑明 不能直接翻脸 拉姆齐倒了杯酒 让他再说一说对凶手的侧鞋 这么好的机会他怎能放过 凶手非常睿智 但过人的才华之下 隐藏着强烈的不安 崇拜比自己更厉害的连环杀手 渴望成为其中一员 拉姆齐有点不开心 有没有可能是对前辈的尊重 他直接否认这种观点 凶手想成为传奇人物 但做出来的事 只是毫无意义的模仿 没有任何创意 还整出一本册子 跟追星组一样 警方内部起的绰号是狂热粉丝 拉姆齐脸上保持微笑 内心却早已翻枪倒海 却拿酒的时候忍不住发火 把一瓶价值过万的酒掉在地上 回去后拉姆齐开始反击 给大家讲了个故事 有个小男孩非常可怜 父亲是个毒贩 抛弃了家庭 母亲不仅吸毒 还去战街 抚养的重担落在奶奶身上 虽然小男孩得到了爱 但却对这个世界充满愤怒 想努力证明自己 即使身为毒贩和妓女的儿子 也能获得一番成就 后来小男孩长大 遇到自己的挚爱 还没有两个孩子 但幸福并没有持续待久 妻子便惨死街头 神探的脸色难看 这说的是他的故事 女友也听出拉姆齐在内涵他 质疑他来参加派对的目的 他这才说出真相 拉姆齐就是凶手 之前不说 是怕女友表现得不自然 女友非常生气 切他的隐瞒 也切他把自己当作工具 搭档恰好打来电话 已经见到老母亲 不过患有老年痴呆 怕是问不出什么 神探这边已经正式开战 让搭档尽量尝试 现在急需一个 能击垮拉姆齐的点 搭档拿出圣经开始读 让老母亲暂时恢复神志 神探立刻找上拉姆齐 给他放了一段老母亲唱生日歌的视频 小时候父母眼里只有姐姐 无论他做什么都得不到关注 于是他开始做一些极端的事情 甚至让自己成为独生子 可一切都是拖劳的 无论他做到什么地步 都得不到父母的关爱 当他意识到这点以后 便不再奢求 在内心深处将父母杀死 完成一场华丽的蛻变 神探的攻击完成 他也得做出回应 拿出手机发了条短信 让对方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 莎莎开始自救 刚才摔碎的酒瓶是他唯一的希望 他拼尽全力 终于捡到碎片 等拉姆齐进来时 他躲在门后偷袭 给拉姆齐胸口开了道口子 然后夺门而逃 政府高官正在外面抽烟 被突然出现的莎莎吓了一跳 没等把门打开 拉姆齐便追了上来 莎莎很聪明 知道他追求的是完美 眼看逃跑无望 直接划破自己的脸 他将莎莎制服 提醒高官不要乱说话 然后回去处理伤口 高官回到宴会上 手止不住的颤抖 赶忙要了杯酒压惊 神探看出他的异常 问他什么情况 他转身就走 但高贝推了上来 拉姆齐吹灭蜡烛 让大家尽情享用 神探发现他洗过澡 还换了身衣服 猜测刚才发生过什么 一个念头突然钻进脑海 难道他这么大胆 把莎莎藏在家里 他当然不能承认 没等神探继续往下猜 大家的手机纷纷响起 神探之前抓到一个人 误以为对方是 杀害妻子的凶手 差点将人打死 后来还因为这事 被处分过 当时打人的视频被公开 拉姆齐这招 对神探来说是致命一击 神探也豁出去了 公开拉姆齐就是凶手 还放出老母亲 唱生日歌的视频 可惜他现在的行为 就像疯狗乱咬 没人会相信他 事情的发展超乎预料 他打人的事上了头版头条 全民英雄顿时变成全民公敌 被暂时停职 结束调查 他没有放弃 让领导去搜查拉姆齐家 只要找到莎莎 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但拉姆齐早有准备 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 一大早便让局长带人搜查 结果自然是什么也没有 莎莎已经被转移 神探把错都怪在搭档头上 当初打人就是搭档举报他的 可搭档也是为了他好 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如果搭档不站出来阻止 他会犯下更严重的错误 两人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不久后 老友带来新的线索 98年 费城有个乐队很火 拉姆齐是主唱的忠实粉丝 另外还有个好消息 已经冻结拉姆齐的秘密账户 包比受到牵连 说好的220万迟迟不到账 亲自上门催债 神探一路来到费城 找到了乐队的主唱 主唱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当年为了追求刺激 跟拉姆齐杀了一个人 他本以为都是假的 结果是真的 致命的那刀 是拉姆齐抓住他的手 刺进去的 他一直保持沉默 没有告发 是因为拉姆齐录了视频 角度非常巧妙 只能拍到他的脸 和拉姆齐的背影 神探现在不是公职人员 只能托老友的手 把人和录像带送给搭档 领导这边了解完情况 亲自把人送到安全屋 等该办的手续办完 立马抓捕拉姆齐 搭档有点迫不及待 跟老友来到拉姆齐家 提前庆祝胜利 拉姆齐过来打招呼 两人嚣张地表示 已经掌握关键证人 很快就能将他接纳归案 他微微一笑 什么证人 确定有这回事吗 与此同时 安全屋里传来一声枪响 主唱被领导一枪爆头 拉姆齐来到新准备的场所 莎莎的牙齿问题已经解决 脸部伤疤也找了外科 整形医生求服 外形条件已经满足 只差最后的晚餐和药物注射 神探得知主唱遇害 意识到之前的努力白费 又得冲突再来 他想起高官在派对上的一场 立刻前去质问 高官坦白 那晚见到了莎莎 莎莎很勇敢 也很聪明 知道逃不掉 在自己脸上划了一刀 至于伤害主唱的内鬼 神探早就猜到了身份 首先能肯定 更泄露他打人视频的是同一个人 而那段视频除了他之外 只有两个人知道 其中一个是搭档 搭档肯定是没问题的 那只能是另外一个 搭档立刻去找领导 领导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把肚子里的孩子托付给搭档 其实与拉姆齐狼狈为奸 不是有什么把柄在对方手上 而是媒体挡住诱惑 领导一直想要个孩子 但怎么都怀不上 就算花光所有积蓄也不济于事 在拉姆齐的介绍下 领导见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 不韵不语专家 拉姆齐派专机接送 还配了个翻译 结果翻译根本没派上用场 医生看完他的情况 用钢学的英语说道 我一定会让你怀孕的 他知道这份恩情早晚要偿还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当拉姆齐让他做一些悦记的事 他会有最起码的底线 可等他反应过来时 早就没了底线 另一边 神探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拉姆齐是个细节控 一直在遵循特定的规律 不是做好准备就杀 而是有专门的日子 这个日子就是连环杀手的生日 也算是将致敬做到了极致 第十二个艾琳 生日二月二十九日 恰好是今天 如果错过的话就要等四年 可莎莎脸上的伤怎么解决 以拉姆齐的个性 肯定不会在有疤的情况下进行 他想起派对上有一个外科整形医生 立马找了过去 医生承认 已经帮莎莎处理好伤口 他很好奇 医生到底有什么把柄在拉姆齐手上 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反正被曝光的话 将无法面对母亲 不得不从这里搬走 甚至失去行医资格 医生愿意将功补过 带他去沙沙所在的地方 不过一提起那里 医生就汗毛倒立 说着眼泪都掉了下来 赶忙扑进他怀里 没等他反应过来 腹部传来一阵剧痛 医生收起眼泪 拉姆齐是伟大的艺术家 怎么会用勒索的手段对付医生 医生得到的一直是激励 而不是威胁 为了帮拉姆齐实现梦想 医生愿意付出一切 本来医生是想杀了他的 可拉姆齐非要留他一命 让他亲眼目睹 旷世之作的诞生 与此同时 拉姆齐进入最后的注射阶段 三针下去 莎莎的眼皮渐渐合上 之后又缓缓睁开 得知药物失效 顿时内心狂喜 殊不知 这也是复刻的一部分 因为艾莉也经历过同样的事 但第二次就不会出错了 另一边 搭档处理完领导的事 得知神探去找医生 立刻赶来支援 神探已经恢复行动能力 让搭档定位自己的手机 刚才假装抓医生的包 悄悄把手机扔了进去 搭档看了眼位置 立刻带着神探出发 顺便通知老友来支援 没在局里叫人 是怕还有内鬼 与此同时 医生来到现场 准备见证伟大的时刻 拉姆齐也很激动 努力耕耘了这么久 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 结果第三针还没注射 神探和搭档就杀了过来 拉姆齐临危不乱 启动注射程序 拔腿就跑 提前准备的车派上用场 神探知道他会去哪 带人前往他家 果然在书房找到了他 他手持针管 当场给自己注射 神探根本来不及阻止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演气 本以为事情会到此结束 谁知他玩的挺滑 竟然用假死欺骗大家 然后伪装成医生 准备继续完成大业 好在神探即使赶到 让这件事彻底落幕 拉姆齐虽然落网 但神探的心情并没有好转 因为那个潜在的威胁还没去除 不过已经找到一些线索 多年前负责过一起恶行案件 凶手是个年轻的姑娘 内力 被害人和他在网上相识 逐渐发展到线下见面 本以为是场浪漫的约会 结果却是噩梦的开始 他将被害人绑起来 折磨了数个小时 还到处翻炒有价值的物品 被害人抓住机会逃跑 结果却被残忍的杀害 那个腿脚不好的女同事 负责诉讼环节 神探负责做心理评估 出现在墓地的那条裙子 就是内力在庭审时穿的 他的成长经历很不一般 不知道父亲是谁 母亲是个隐君子 靠战阶勉强维持生计 在他13岁那年 因吸毒过量去世 自此他一个人蛊惑于世 审探给出的判断是反社会人格 无法被治愈 需要永久与社会隔离 那个想杀闪探 结果枪炸糖把自己搞死的女生 原本在监狱工作 因为经常欺压囚犯 于一年前被辞退 而内力就是在他的折磨下了却余生 那么所有事都能串联起来了 有人在为内力报仇 可资料上显示内力没有亲人 也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 神探找到一个地方 墙上填满了他的资料 而且还有内力的照片 以及跟内力来往的书信 这证明他的猜想没错 从书信中可以看出 此人充满愧疚 似乎是在为自己还活着 内力却死了而自责 为了报仇隐忍多年 拥有很强的专注力和自治力 他在外面搜集资料时 家被人偷了 奶奶奋起反抗 直接被打进医院 这也让他掌握了对方的身份 彼得 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他让女友带着孩子去外面躲一阵子 学院的老师也伸出援手 恰好在郊区有个地方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他让女友和孩子接触彼得的样子 看到这个人一定要远离 并第一时间通知他 搞定家人的安全问题 他终于能专心对付彼得了 却打听了一下彼得的情况 虽然跟奈丽一样都是无亲无故 但有个干妈 平常是以教母相承 女友那边到达安全屋 他触控联系了一下 确定人没事才放下心来 但女儿的一句话点向了神探 在这里过得很开心 老师对他们也非常好 还经常说就算没有血缘关系 也可以是家人 神探打开当年跟奈丽谈话的录像 奈丽也说过同样的话 不是有血缘关系才是家人 只要深爱对方也可以是家人 他立刻翻出老师的照片 经确认所谓的教母就是老师 另一边 儿子在玩游戏时 无意中发现一张照片 上面有老师 奈丽和彼得 儿子没敢生长 偷偷把照片藏在口袋 找机会塞给女友 女友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神探打电话联系老师 老师也不装了 让他自己过来做个了断 他又不傻 自己去就是找死 找其他人又不放心 怎么办 只能求助搭档了 搭档也不废话 毕竟穿一条裤子长大 这个忙肯定得帮 与此同时 女友也开始行动 故意拉着老师喝酒聊天 趁机放了点安眠药 等老师入睡后 准备带着孩子逃跑 结果那点小把戏早就被老师看穿 眼看逃跑无望 女友只能来硬的了 谁知刚上车 彼得就杀了过来 不久后 神探入场 搭档在外围侧应 结果被彼得一枪放倒 眼看彼得凯旋归来 老师开始最后的复仇 让神探品尝一下 失去孩子的滋味 二选一 先牺牲哪个 彼得有点下不去手 让他杀神探可以 杀无辜的孩子 他还没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 神探从二选一中找到突破口 既然是复仇 为什么要给选择的机会 这说明当年老师也做过选择 没错 其实人是彼得杀的 老师让奈利去顶罪 一是怕负责问题 得不到公正的审判 二是彼得有前科 再犯的话 刑期会加重 结果神探一句话 那奈利成为反社会人格 刑期比预想中要重很多 再加上服刑期间遭遇不公 彻底毁了奈利的人生 彼得的动摇 让神探看到一丝希望 关键时刻 搭档杀了进来 彼得被当场逮捕 老师万年俱灰 一把货把自己送到地狱 解决完这档子事 神探回去给拉姆齐的案子收尾 他没有进行任何反抗 承认自己犯下的所有罪行 可神探不给他机会 指控他的罪名只有两项 一项是谋杀头目 一项是谋杀杀杀毁碎 想以传奇杀人犯的身份名垂青史 门都没有 他顿时急了 那本册子呢 册子可以证明他杀了11个人 神探现场跟搭档连线 当着他的面烧毁册子 他直接崩溃 一辈子的心血就这样化为灰烬 虽然真凶落网 但那些人也不能白死 总得有个说法 老友出面找上包笔 让他扛下没算在拉姆齐头上的罪名 虽然会成为通缉犯 但必有谁会给他豁免权 神探通缉令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